我是1991年到德國讀書的 所以那個時代剛剛好是這個柏林圍牆倒塌 那這個蘇聯整個瓦解嘛 那所以蘇聯從瓦解之後這30年的變化 到今天普丁突然出兵去攻打烏克蘭 這給德國非常大的一個shock 所以德國的這個民間 老實講是有很大的一個反省 那這一次呢 秀史他延續Maker的路線 Maker當然過去這16年 他可以說是整個歐盟的老大節 因為他第一個執政的時間夠長 夠穩定 然後德國又是整個歐盟裡面 可以說是經濟實力最強的 所以他這個只要他一決定了 幾乎其他的這個歐盟國家呢 都會跟著轉向 所以老實講 過去這將近20年來 在整個歐盟裡面的角色 德法兩個是最重要的國家 那其中呢 過去因為德國呢 他是佔有這個經濟上面的強力的優勢 加上Maker他這個執政的時間 真的是有16年之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穩定局面之下 他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影響力戰 那當然馬克宏上來以後 他也想要以這個外交 歐盟的這個領頭羊建長 來發揮他這個領袖的魅力 那以德國來講 德國是一個非常強調務實勤奮 而且是非常節儉的一個國家 他很低調 那所以他所有的政策面的走向呢 你就可以從Maker身上可以看得出來 無論如何 他一定是以他國家最終的利益當作優先 他不會說我今天呢 這個 因為我要當領頭羊 我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Maker曾經為了要接納 包括這些難民 敘利亞難民到德國 他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他是歐盟國家裡面 接受這個難民人數最多的 那也因此造成德國呢 在某些社會上面的一些壓力 那Maker下來以後呢 Shoots雖然上來了 但Shoots講得說很清楚 他說我還是會延續這個路線 可是延續這個路線呢 好巧不巧就碰到了這個 俄烏戰爭在二月爆發 老實講他們以前一直在觀望說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俄羅斯迅雷不及掩耳這樣的作法 讓德國的人民啊 民間的反彈力量非常大 所以Shoots老實說 他才上台還沒幾個月呢 他去年 這個雖然說這個 SPA Day當選 可是他還是只有贏零點 幾個百分點而已啊 所以他必須要組這個聯盟嘛 所以這個紅綠燈 我們叫紅綠燈政府啦 SPA Day 還有這個F Day 黃色的這個色彩 然後Degreen呢 就是這個綠黨 所以這三個呢 政黨組成一個聯盟 喬來喬去喬好久 好不容易喬出來了 內閣穩定了 他才當了四個月不到的總統 馬上就碰到了這個俄烏戰爭 就俄烏戰爭一開打 所有的人民呢 就覺得說哇 你Shoots太軟弱啦 然後你的回應太反慢了啊 所以這個民間的力量呢 逼使這個Shoots呢 必須要一反過去 Maker的基調 因為Maker過去 說我德國沒辦法嘛 我沒有能源嘛 我能源依賴 俄羅斯供給啊 所以我一旦跟俄羅斯關係緊張 我這能源怎麼辦 所以本來在Maker時代 他建立了這個北溪二號的計畫 希望說這個油管可以一路就拉到 德國境內 那德國是一個能源相對不足的國家 他自己呢發展綠能 他發展很多的綠色工業 可是呢 他很多的能源是向隔壁的法國採購 還有像俄羅斯採購 甚至還有部分向北歐國家採購 那以這樣的一個結構來說 他能源在對外依賴的狀況之下 他難免在政策的顧慮上 就會走向比較是緩和的 不希望衝突的這個局面 所以如果不是俄乌戰爭爆發 老實講 他還會持續這個路線 那可是俄乌戰爭呢 這件事情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真的我剛好今年4月 到了歐洲7個國家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30多年前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也在歐洲國家這樣走遍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說 這一次呢我到歐洲去 我有一天剛好在月台要等火車 那有一個年輕人就這樣主動 跑過來跟我說月台換了 我說謝謝謝謝 然後他就說你台灣來的嗎 我說對啊你怎麼知道我台灣來的 他說你這個上面有個國旗 那麼小一個國旗的口罩 他居然認得出來 我很吃驚啊 我說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台灣的國旗 他說有啊 我們很多網路上都有看到 我們現在很關心你們台灣 我眼睛又更亮了 我說你關心我們台灣什麼 他說烏克蘭戰爭 到底你們台灣的人民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說台灣有八成的人民呢 基本上是認為說 俄羅斯不應該出兵去攻打烏克蘭 所以是同情烏克蘭支持烏克蘭 要找回自己的這個家園 那所以他在跟我討論的時候 他最後繞了一句話說 那你們台灣 對於你們自己在台海的處境 看法是什麼 我說台灣人八成以上 當然是捍衛自己台灣的主權啊 這毫無疑問的 所以台灣人雖然很愛好和平 可是對於如果被侵犯的狀況下 大家還是有意志力 要願意去捍衛的 他聽完以後 他說你這樣講我很放心了 我就曾幾何時 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 素妹平生 突然間跟我在那邊聊聊聊 聊了半天 然後開始大談擴論 這個全球的這個變化 那我心裡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說 三十多年前 我在德國讀書也好 在歐洲各國旅遊也好 碰到的這個外國人的時候 他就說 台灣 What 台灣 It's Thaila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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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就會這樣子的對話 你知道嗎 可是現在完全不需要 那個一個小小國旗在邊緣 他居然看得出來那是中華民國 他是馬上叫出來說叫台灣 然後還對我們的局勢 有那麼深刻的了解 而且無獨有偶 這一次我還拜會了幾個這個議員 那所以這個議員呢 也是開口就跟我討論烏二戰爭 開口就講台海局勢 然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有很深的一個感觸就是說 這兩年由於疫情的變化 那中國在這個角色上面 給了大家非常負面的一個印象 對 那再加上這個俄乌戰爭 所以台灣從而在這裡面呢 變成是一個人家 我特別問請教副委員長就是說 其實看來川普的時代 他也想辦法要湊合歐洲要團結 對 但是這一次 否定去打烏克蘭 歐洲所有人都團結起來了 這個是比什麼都強的催化劑 沒錯 社長講這一點是真的 我也是感受到 你說五年前六年前 這個川普在訪歐的時候 那事實上當時他跟麥克爾關係 很不好啊 雖然他一直想要辦法 說把歐盟再次再次的強化起來 可是因為大家對於川普好像這個 話不投機還是裡面不一樣 所以總是沒有辦法那麼密切的合作 那可是這一次呢 俄羅斯真的是歐盟的團結 最重要的催化劑 由於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 所以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周邊國家 你看瑞典 芬蘭 這個原來都是 連波蘭 對 這兩個特別是永久中立國的概念的 居然這一次說我要加入北約組織 連這個烏爾戰爭一開打不久 瑞士這個永久中立國也自動跳出來說 這次我不中立了 這次我就是支持烏克蘭 對 這些事情在在都讓我們看出來 所以也因為這樣 周邊國家的反應 加上德國民間的反應 所以俄羅斯在這一次 他感受到壓力非常非常之大 那他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決定 像北溪號號喊停是不容易的 是 因為這個是事關德國的重大能源的命脈 他花很多錢去建設 沒錯 沒錯 而且這個投資下去 現在這血本無歸了 因為已經全部暫停了 就等於這個計畫是失敗 那接下來這個能源的缺口 怎麼補 他們也是腦袋 現在沒了燙就對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秀齒是破了德國在二戰結束以來 第一次 就是說他的國防預算 要破GDP的2% 1000億 這個都是一個很難想像的數字 這個過去在德國 因為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德國這個歷史都歷歷在目 所以人民也都謹守那個分跡 不希望說這個國家 發展有太強的這個軍事力量 可是由於烏克蘭的這個事件發生 讓大家意識到說 如果德國自己不站出來 努力的來捍衛跟周邊的歐盟國家合作 那恐怕呢 下一個波蘭當然手傷其衝 這無話可說 所以波蘭是反應最激烈的 他一定支持烏克蘭 可是沒多久就到德國了 如果你知道這個地理路線來看 沒多久已經到德國了 所以你看這一次我去的時候 碰到很多烏克蘭難民啊 那第一線都是先到波蘭 然後波蘭就大量的運送火車到柏林 所以我一到柏林的時候就看到 有很多地方都是在接納這個 烏克蘭難民的地方 所以從這個過程當中 民間的力量去讓這個Sutz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覺得說 我如果不再表現得強硬一點 我不再積極一點 恐怕我這個政黨也會壓力很大 那跟他一起聯盟的 就有包括這個FDP 自由民主黨 還有這個綠黨 那他們對於這種狀況 當然也有意見啊 所以Sutz在這個地方 要確立他的領導地位 我看他還要花一點力氣 跟時間啦 因為目前看起來呢 是德國的這個 在歐盟的角色呢 有一點弱化 在梅克爾下來以後 那馬克蘭呢 是在這個空檔之間 站穩了他的腳步